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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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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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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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踢到一旁 我不跟你合 民進黨也很知道郭台銘也不行了 郭台銘現在不管自己參想或怎麼樣 就是第四 所以他們怕他不行 就每天說他聲勢很大 我都懷疑昨天自稱兩萬人 裡面有一萬人是民進黨動員的 我故意給你好看 所以郭台銘一講話 人走了一半 就是這樣 其實郭台銘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世已經不行了 他現在 他要去金門柯文哲就不去 所以他現在已經沒有其他的方式了 那下來 本來很多人認為他會選 我看接下來他可能會考慮不選 就是我先把你國民黨凌遲一下 玩一下 最後不要選 這種極限 來 副司令 台灣人的漏水事件 我應該要就事論事 不要轉移焦點 轉移焦點說什麼來選 來台南選 大家來關心公共的這些事情 本來是每個人的責任 國民 你今天這個轉移焦點把它模糊掉了 就好像把自己的責任給撇清了 我認為這不宜 有很多事情 執政的責任就是要把這些事 不是找理由規避 現在執政上找理由規避 這不是不是 不是找理由規避 是找正確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漏水 為什麼這廠商偷工減料 因為這個問題 他們直接把它斬移成 把它模糊掉了 我認為這是完全不負責任 政治責任現在很正確的是浩大喜功 自己做了哪些建設 蓋了哪些橋 不論哪些路 蓋了哪些國民駐紮好像很厲害 其實你這些東西 都不是老百姓的錢嗎 然後你問題是 你有沒有好好策策筋筋去監工監督 是不是有那麼多的文職管 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他們只准報喜 不能報憂 這個什麼 這是逃避責任 那他們選民選他出來這些 當這些行政首長的機關做什麼 為人民做事情 為社會大眾來抹福利 是這個樣子 結果現在不是官威很大 作威作福 享受那些權利 盡了責任沒有 盡了義務沒有 拿了人民 老百姓的這些納稅的錢 血汗錢 為這個社會 為這個國家做哪些貢獻 因為有很多政治人物 他們講話都很有那些 都巧門 都是好像打躲避球 打太極拳一樣 都在那邊遮遮掩掩 然後躲掉 你面對問題嗎 為什麼會這樣 要怎麼解決 你先講怎麼解決 而不是把這個問題交給你轉逸 此地無因三百兩 變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我認為我們這些選民 對這些政治人物 我們對他們是太縱容了 不能縱容 你縱容 他更腐敗 絕對權利 那是絕對腐敗 我認為政府的腐敗 我們選民有這個 為什麼這個樣子 我們認為我們對 這些人物太寬容 太縱容 應該嚴格的要求他 這個為什麼沒做好 沒做好負責任 做不好下台 就那麼簡單 我們的選民在這一方面 我認為要覺醒 對政府 對政治人物 要嚴格來要求 要嚴格來解釋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們的仆人 拿了我們多少人的納稅錢 他每一塊錢 都是我們納稅錢 他應該要這個樣子 我們選民要覺醒 要覺悟 是 何謙 是 是 作詞